来 这次的装备今天就发了将近一千口铁锅了 买到这个锅儿的朋友 不要着急 过两天你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而且恭喜你这次618 你就整多了 这个是贵州的朋友 这个是福北的 这个是成都本地的温奖的 这个是江苏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都是买的一些啥子锅 这次卖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三流的多功能锅儿 为了说它叫多功能呢 我跟你说一下 第一它是铸铁材质 有4公分的高度 第二个它是平地带圆腹 有亏炒有亏炖有亏钱 而且它还加厚了 这个锅儿十斤重 正常使用几十年低点问题了 我给这个锅儿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圆满系列 你看那个锅儿爸爸 锅身全是圆的 还有点就是我们这个锅儿 全身不毛吃 你拿着之后随便摸 它不像你在外面买的土铁锅 我最多就是把手盖里洗来的 包括这儿耳朵里头这些位置 都是手工打磨的 而且我们都是开锅发货 这些该有的服务 我们都是各到位了的 大家拿回家了之后这个锅儿 只需要按照我说的这个办法 半斤糖 一斤油 不管你是菜油 猪油那些 在锅头反复地炒 反复地给它油 把它表面上的碳层 给它吸附一道之后 热水 钢丝球给它逮到一阵汁 然后再炒个素菜 就可以炒菜了 有些人说 你我们锅儿波罗是黑的 对 它是黑锅的嘛 这个锅儿还有一个很大的贴点 还是啥子 我这个土生的同事 它又魁乎你不在 咋个素菜 锅儿养好了以后 表面你看它油在跑油煮 都不发的情况下 热锅热油 下节不管是煎蛋煎鱼 它发起了你来找我 除非你炒502差不多 来 把它包好 我要继续装车了 吧 大姐滑不会设备 用一遍嘛 你都晓得了是